今天這個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天堂永遠還沒上市終於又有新消息了 不過這個講了快8年的神作 就在最近有了一絲希望 只是這個希望又要破滅了 與之前8年前的宣傳比起來 物件破壞、物理反應、光影效果、技能效果 都有著顯著的倒退 其他的玩法都偏向於戰裝神作的玩法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作品在經歷了多少的宣傳再宣傳 股票的高潮與跌起 蒸發了資產將近一半 如今已沒有人高潮了 為何會如此 讓我來為大家一一的解析 就在2014年 如你照片所看到的 當年巴哈就有介紹 天堂永遠還沒上市的首波宣傳 這已經是2014年的事情了 最後這一款遊戲根本就沒有出來 應該是出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公司的開發水準有多厲害 然後就不推出了 一口氣拖了5年多 終究還是沒有打算上市 而在這5年之中公司是怎麼活下來的 就是不斷的推出戰裝神作 2016年推出了天堂2革命 讓公司再次發大財 2017年公司推出了天堂M 真正的低解析度的戰裝神作 那2019年公司推出了天堂RE 是一款低解析度的PC戰裝神作 那2019年底公司推出了天堂2M 是一款高解析度的戰裝神作 那2021年底天堂W的推出 是一款低解析度的2D鎖定視角的戰裝神作 你會發現所有的作品都離不開 樸實無華的戰裝打擊內容 你現在看到的只是天堂系列的戰裝神作 這家公司還有很多的戰裝神作 例如說卡巴拉島M 劍靈2M 通通都是戰裝的 那上面那些天堂系列的作品 跟你所看到的天堂永遠不會上市 所展示出來的宣傳影片有極大的出路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個人估計這就是一個展示歸展示 實際端出來又是另一回事 因為簡單戰裝就能夠讓公司賺錢 那你如果是專門在搞股票跟績效的企業 你會選擇什麼呢 當然是戰裝發大財嘛 反正隨便做就能賺錢了 上班幹嘛那麼認真呢 不過大外宣這件事情永遠不能停下來 不然股票很難上得來 所以當大家在問天堂永遠還沒上市 到底什麼時候要上市 這時候偉大的財團NC又出大絕招了 那就是告訴大家 天堂永遠還沒上市 現在又有一個繼承的專案了 他就是繼承天堂永遠還沒上市的 叫做PROJECT TL 以更好的光影 一樣的打擊效果跟技能 再次的出現在各位眼前 徹底實現了業界最高的宣傳能力 就這樣你看到了一個宣傳的邏輯 2014年天堂永遠還沒上市 然後2020年說有一款 即將要繼承天堂永遠的專案叫做TL 然後到了2022年 也就是說今天他跟你說 原本叫做TL的那個專案 現在改由王權與自由 結果當你認真的一看發現 光影表現是一樣啦 只是又變成了一款戰裝神作了 難道是換皮神作嗎 估計內行的人應該可以確定這款戰裝神作 一定會推出不會再宣傳下去的 因為戰裝遊戲好開發 沒有困難的開發技術 甚至連很多韓國小廠都能做得出來 號稱自己是虛幻5的戰裝神作 例如說DKM 總之在這一行你要有一個概念 好的作品宣傳到最後 就會像永遠還沒上市 但是戰裝神作呢 卻是會一款接著一款 這就是NC的標準模式 我觀察了10年 我發現為什麼玩家再也無法感動 因為真正的天堂永遠還沒上市的那種技能打擊 終究還是收起來藏在公司裡面 最後端出來給大家吃的就是戰裝神作了 而市場上最不缺什麼 最不缺的就是戰裝神作嘛 你可以看見10款戰裝一次看的那支影片 就可以知道這遊戲產業的慘狀啊 如今你要期待一款媲美天堂永遠還沒上市的作品 只有唯一真傳 失落的方舟 等待我們再次的找回感動 我相信再過幾年會有新的宣傳 也是很厲害的動作技能 像是天堂永遠還沒上市的厲害水準 再次出現在宣傳影片無限輪迴 好啦這段影片就解析到這裡 對於NC的操作手法還有更深見解的觀眾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在業界所看到的真面目 過 simpl fazendo阿虛 阿虛 你聽人家 epic的算 fav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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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